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蛮感动的 特别是所有的学习的知识 不是书本上的知识 而是生活中可以运用的知识 那学生的生活跟他的劳动 还有学习各种技能 都是整个都是综合在一起的 那在这样子一块 美丽的这一块家园里头 我想他们是每个培养出来的学生 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他们拥有很好的信仰跟自信 而且有非常好的国际的经验 就是说很多伊甸家园 在各个国家或者各大州 他们都可以经常出去交流 所以在这一个大的环境里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教育的理念 那这对于我们体制内的学校 今天看到特别感受到 就是这个实用技能的学习 生活技能的学习 还有大自然智慧的学习 那这种学习不就是我们曾经想的 这是一种全能的人本的教育吗 因为我们的学习项目都一样 比如说工 文 或者是建造 木工 铁工 还有水电 气修 录影 开照 还有文书 电脑 各方面全部通通都要学 所以他们国外的也是全套的 所以去的全部都能够共融 没有说到时候有脱轨的现象 我们是在还有一个街道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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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